1991年3月3日 洛杉磯一名非裔出租車司機羅德尼金 在並未反抗的情況下 被4名警察用警棍電擊 踢打和毆打長達15分鐘 羅德尼金的遭遇被路人拍攝後視頻曝光 在全美範圍內引發了強烈震動 其實這段視頻沒有拍到羅德尼金扭動群暴 挑逗新格警察的畫面 也沒有拍到4位警察和羅德尼金徒手格鬥的橫飛出去的場景 這段實況6仗黑暴從羅德尼金被打 到警察被羅德尼金戴上手銬後結束 1992年4月地方法院陪審團做出裁決 宣布4位警察無罪 判決一出當地非裔群情激憤 最終鬧事、消殺搶劫引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暴亂